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只希望 高原航空城是全台最大的一個土地徵收計畫 不要再流入 變成財團的打手 自從我們上個禮拜 來癱瘓審議會議之後 我們看到我們的官方 還沒有放棄要強勢讓航空城計畫通過 申請都市計畫的話 新訂或是變更都市計畫的話 擴大都市計畫 他周邊的都市計畫必須要達到80%才能申請 可是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我們的主管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他在附近的都市計畫給我灌水 他造假的內容是把南侃新市證 從105%的人口發展率灌到162% 把大園的從39%灌到52% 讓他整體桃園縣的都市計畫 可以超過80% 所以4月能夠在南侃新市證 通過新訂的市計畫 那依照他這個第三跑道要規劃的時間 是在2026年 等到他建好 那等於是在17年後 在17年後 才把國際性的一個需求 第三跑道才建起來 那個時候 我們在那個飛航上 還有競爭力嗎 他的第三跑道的需求 機場擴建的需求 不是以我們台灣實際的客戶運量 3%跟4.3%去算的 不是 他是以一個全球的波音的 波音公司的一個全球預估量 以5.9%去計算的 所以這整個 根本就不是一個合理的 都市計畫應該要採用的方式 都市計畫應該要採用我國現在的成長量 去算一個合理的需求量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 這個都市計畫的蛋白區 也就是他的住商區 他的產業區 的劃定方式 都來自於 沒有任何廠商要進去喔 目前都不知道 他的劃定方式都來自於 一份 美國的 荷蘭的資料 他們找了一份荷蘭的資料 去算 如果客戶運量成長的話 會在那個區域 帶來多少的就業機會 他們用那個資料去推估了 這整個蛋白區的大餅 在荷蘭的資料裡面 如果客戶運量成長的話 直接就業人口 會增長950個 但間接就業人口 只會成長1050個 每百萬次的人次增加 這是結果 但是我們的政府 算成950個跟2000個 所以從頭到尾 所有的虛地 都高估了1倍 或者是高估了1.5倍 律政收法裡面 並沒有所謂的 安置 或先見後猜 這些字眼 每當我們抗爭過 就拿出一些說詞來 可能是要糊弄鄉親 或者說 要騙我們這些不懂 也不了解 怎麼徵收的地方百姓 想要這樣帶過去 他們的說法是 你的土地一瓶可以換一瓶 然後我們會以先見後猜的方式來進行 然後一村一個安置 這樣聽起來其實很美麗 但是真正一瓶可以換一瓶 真的嗎 到時候要補多少差價 你都不知道 我們居民 你知道一瓶換一瓶之後 可是你並不曉得 你那個一瓶要補償多少價差 第二個就是 不足30瓶的人 你除了補償價差之外 你還要買地 到時候可能 你只剩下那一塊空地 你也沒有錢可以建 這是最大的問題 再來先見後猜 當一大堆人被 屋子被拆遷之前 應該就已經找到地方住了 找到地方住三年之後 你還會讓整村的人 還有可能再自己去 過來這邊再建房子 這其實可能性虛强不低 所以我們說 這是一個 鬼村滅孝的計畫 一點都不為過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政府的區段徵收 是用畫大餅的方式 它完完全全是 主官的自由新鎮的畫出了 三千多公頃 然後再把居民任意的 比如像竹尾村 畫出在整個計畫之外 就是它這整個認定 它都是非常主觀的 這就是區段徵收 它的一個陷阱 區段徵收法 尤其是土地徵收法 已經是一個過時的 落伍的法律 這一定要修法 這整個計畫 從頭到尾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主張 整個案子都要撤掉 它在整個航空城的範圍的 兩條跑道中間 把我們兩條跑道中間的 竹尾村的居民 的範圍保留下來 那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居民 這一些被剔除的居民 以後要生活在 右邊是原跑道 左邊是第三跑道 這樣我們有佛下去的空間嗎 我們那邊 到時候學校被徵收掉 沒有醫院 也沒有其他的 對外聯絡的一個方式 我們沒有辦法 自給自足 做生意的人 將不再好生意可以做 請問用這種手段 來逼迫這一些被拆先戶 這樣合適嗎 我們上一次 也有20個代表可以進去 為什麼這邊一個都不可以 第一次都不可以 第一次有這派代表了 我們代表沒進去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代表 我們一個都沒有進去 為什麼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八字 我們不能進去開會 為什麼我們不能開 為什麼我們不能進去 為什麼我們不能進去 我要進去 我要開會 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 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我要進去 不要推 這是他們的土地 你們長官是說要讓他進去 我是不進去 對 我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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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能進來 為什麼不能進來 你們就是十位 怎麼會是三位 你是三位啦 又玩上一次那個遊戲 算算不進去 你們不要想玩 又是玩上一次那個黑箱作業遊戲 你們不要想玩上次的遊戲 嘿嘿 公開的方式作業不行 一定要玩黑箱的 我們的公務員竟然把我們三次成績當成遊戲 三個禁忌能保證 我們今天會和平開會 你不要跟他們保證 我們不批你們保證 天天跟人 他都不要被人 科長 科長 人工完全沒有人民 你們的組長都跟大家說明過了 立法院是不是有答應過 有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被關在外面 先拍一個來跟我講 好 我跟你講 這樣子你們有寫 十個人嗎 十個人進去開會好不好 待會我們請你們會進去 沒有輪到的事情 你也知道環頻道會是全程參與的 媒體也是全程參與的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第一組的嘛 詹仙張先生嘛 為什麼又是第一組 為什麼是第一組 為什麼是第一組 詹仙張先生 就十個人 就十個人嘛 好的 那發言你們怎麼樣了 十個人不會幫你們 你擔心危險是不是 就是我們包包給你檢查好不好 你這個檢查都比我們人多啊 你在擔心什麼啊 對啦 一個字一個字不住嗎 一次三個啦 什麼又一次三個啦 聽不懂啦 沒有啦 時間過了 我還要再檢視 不要比較沒人情 醫護人員啦 醫護人員啦 拜託一下 詹仙張 我們宿舍 開了一遍啦 我會安排給你們去啦 你不要一天說十個啦 我告訴你 我們照鏡子 我們不照鏡子嗎 十個應該不會 你會在哪裡 我能在發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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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嘛 你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要等一下 裡面有沒有人在發言 為什麼我不能聽他們發言 為什麼他們在裡面 為什麼他們在裡面 我們不能進去 我拜託你 我拜託你我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 我的家沒有的 你也知道我才剛出院